中共政協副主席、统战部部长令计划遭到调查落马 评论分析 北京当局此刻抛出令计划 是为了进一步打击江泽民派系在造势 并扫除障碍 接下来将有更大的老虎被抓 而对于中共这般的大刀反腐 大陆民众似乎显得比较淡定 有民众说这只是中共官场的权力游戏 老百姓只是在台下看戏 抓了那么多贪官 中国的人权和民生方面还是没有得到改善 2014年的最后几天 中共统战部长令计划涉嫌严重伪计落马 据了解 令计划在前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主政时 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 被视为胡锦涛心腹 还一度被认为渴望在中共十八大后进入政治局 但自从2012年传出 令计划的儿子令谷驾驶法拉利跑车发生车祸身亡后 令的仕途变告重错 当时刚发生薄熙来事件 北京安全部队出现异动 后来证实是令计划出动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封锁车祸现场 也封锁媒体报道 有消息说令计划可能涉嫌与周永康结盟 因此导致落马 外媒猜测2015年将有更大的老虎被抓 令计划是继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和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之后 落马的最高级别中央官员 对于中共高层相继落马 民众表示老虎苍蝇都是从一个毛坑出来的 谁落马都不会感到意外 我们只就是想知道 怎么样才能真正做到这个司法公平公正 你最好的办法就是说是 让官员公布财产 然后实现民主 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你不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 你今天抓一个明天抓一个 那没有一个不该抓的 让他挑出一个干净的 哪个不欺负老百姓 哪个不违法 整个中国实在一大多数还是老百姓 老百姓只能是看看这呢 解解心痛之恨吧 但是实际利益 第一是经济利益你定得不到 没收了他五百亿的贪腐的资源也好 只不过是从他们家就换到另外一家去了 前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张雪忠 以敢言抨击大陆政治制度 和参与维权活动著称 他在微博发文说 人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今天正在反腐的那些人手中的权力 和那些被反的人曾经拥有的权力 性质完全一样 张雪忠还说 要走出这种恶性循环 必须以宪政民主体制 取代一党专政体制 唯有如此 中国的政治才能步入文明 在这种专制的政权下 不是说是习近平也罢 谁也罢 谁上来都一样 只能说从制度 从根本上去改变 老百姓才真正有日子过 才会去拥护它 一党专制不解体 老百姓永远没有日子过 走宣政法治之路 中国才有出路 像这样子发展下去 只是一个难过 老百姓看不是他因为腐败才出问题 而是因为当初队才记录出腐败 今年6月 令计划的哥哥令政策 因涉及严重伪计和贪腐案被捕 与令计划家族有关的 山西省多名高官也遭调查 10月 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逃亡美国后 又返回中国接受调查 而令计划的妻子古丽萍 甚至被海外华文媒体传出 早在2012年年底被捕 并说他涉及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贪腐案 令计划虽然落马 但是整个案情还有多个疑点未解 包括 令计划为什么要掩盖儿子发生车祸 令计划与周永康 薄熙来的结盟关系是否真的存在 令计划的妻子古丽萍 是否已经被抓 种种疑点充满矛盾 仍有待探究 继续 继续